這是我第三次開刀了 然後前面兩次都是輕創手術而已 所以第三次就是開仍帶一隻手術 所以比較 輕鬆一點也還好 因為一開始我反應手在不舒服的時候 那防護員覺得可能覺得還好 可能只是因為可能疲勞吧 再加上我們修賽機的時候 一直在訓練還是有在丟錢 那我們就先第一步但是做保守治療 那第一步沒有 第一步保守治療沒有效之後 才在就是PRP 打完PRP之後再出來丟的時候 還是在不舒服的時候 其實我心裡就知道 就有一個底座 可能就差不多了就是這樣了 我是心裡層面是覺得還好 這沒有太大氣 我就覺得想要開一開 或許把可能裡面還有其他東西 像骨刺啊 或是神經之類的東西 把它全部都一次弄好 或許這樣對自己也比較好 我的一天嘛 就是 早上起來嘛 就是先進防護室熱服 然後做一些伸展 然後就是開始我的課表 現在開完刀才快兩個月 前面第一個月就是 就是一些小肌群 就是因為我沒辦法 有太大的那個角度 因為所有角度限制 我不能外翻 所以我之後做一些可能是做 手腕啊然後手指頭 因為我剛剛開完刀的時候 手指頭很容易嘛 看到一個月後已經開始在做重量啊 然後做一些凹角度的動作 就開始慢慢進入 可能這段期間我都要很認真的凹角度 如果我沒有認真的修好角度的話 角度沒有到位的話 我可能就是 永遠都是這樣 就是凹下去 你的眼淚會直接從旁邊 不自覺的流下來這樣子 我覺得一開始跟 開始牛棚的時候最難拿 我們一開始開完就是固定嘛 固定完之後 如果你要伸展角度的話 會卡住 因為畢竟開過刀裡面很多沾黏組織 所以會卡住的話 其實你要硬要凹的話 硬要伸展的話 會比較不舒服 所以一開始只能這樣 然後後來就變 角度變成越來越大 後來就是 牛棚的過程中 會遇到很多不順的事情 比如說 哦 哪裡又不舒服啊 拉扯的感覺 會讓你很不舒服 對啊 所以 這些 都是他未來需要克服的東西 不便喔 就是 一開始好像前 兩個禮拜有辦法正常洗澡 就 整個人都很 不舒服 然後後面到現在是 可以正常洗澡之後 是我沒辦法正常的洗臉 不會 我在洗臉我還是有點困難 一開始當然還是會擔心 就是沒辦法 開完刀之後 沒辦法像以前一樣在場上 都有那麼得心意值 可是其實 這樣看過去開刀的 那個開TJ的歷史 感覺大家都好 好滿多 甚至比開刀的錢還要好 那這個過程 要好的過程當中 但就是 附近要認真做 然後就是 會痛 絕對會痛 但還是要忍耐 雖然我一直 抵抗 那些防護人會幫你壓好 對啊 我還是會抵抗 趕快回到球場吧 然後甚至 丟得比之前還要更好 那其實 我們的進度算是快 因為正常三個月 或是四個月以後 我們才能去做一些 像我剛才做的那個 開始的重量這樣子 可是因為我在 手不會痛的範圍內 我想說 我可以做 那我就盡量做 開完刀之後 畢竟你要增強你的肩膀肌力 還有你手肘部分的肌力 所以 這會比較重要一點 你肌力增強的話 你脫球就比較不會受傷 現在就遇到就是 因為復健過程很無聊 因為真的蠻無聊 每天做的事情都差不多 所以 我是跟他說 你要想別的方法 讓自己不要那麼無聊 一年這個過程是不是滿長 所以要調適的話 盡量就是 不要看我們比賽 因為看我們比賽 現在手會很癢很像頭 然後好好的做復健 為你未來做準備 會比較重要一點 就是大家樂趣嗎 就是可能有時候 我們在做重量的時候 可能無聊了 然後我就會看學長他們 他們在跳舞 像Eton 因為他跟我一起開刀 還有品牌他們 他們有時候 在放音樂的時候 做到一半 然後就在那邊跳舞 要不然就在重量的時候 在那個防護室的時候 我在做課表 然後看他們兩個在看著的時候 自己 然後我想說他們在看著 我去看 他們在學跳舞 就是 你有加入他們嗎 沒有 因為 太有細胞不太好 走一顆變化球 三陣出局 又是Strike Out的賽 結果這個變速球 還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連8K啦 觀眾朋友 今天的第11次三陣 都是 丟完的時候下來才知道 因為你在丟的時候 你不會去急說 我今天丟幾個三陣 我今天丟幾個三陣 就是 就丟嘛 就是順順的一直丟 下來的時候 他們才講說 全部都是三陣 蛤 真的假的 不是有人打出去嗎 紀錄 當然圓能破也是最好 對自己也好嘛 那 我最主要做的就是 我能夠幫助球隊的話 那是更好 把局數拉長 先發脫手嘛 就是把局數 把比賽帶到後半段 那剩下的就是交給中機後流 那這樣 先發脫手才是 合格的先發脫手 去年我就是 可能也有球術上限制 所以我沒有做到一個 合格的先發脫手 所以這點可能就是 慢慢的要去 改進 說去年其實 自己還是有遺憾的 沒有完成 夜總的 給我的任務 100局嘛 然後再來就是 自己想要就是100K之類 那 會去想這些東西就覺得 明明我可以做到 東西 可是我卻沒有推到 有時候就會一直想 一直想 哇 一直 就一直在那個循環裡面 就一直想 上半階我在丟的時候 可能都順順的 就是在怎麼丟 可能都覺得 都還不錯 可是下半階開始遇到 就是說體力下滑的 之後可能心裡就會想說 就是不適合當先發脫手 其實那時候也就去問回中堂 他也有 其實也有跟我講說 先發脫手該怎麼丟 先發手的任務是什麼 後面就是想 可能想開了嘛 這可能就是 我就丟嘛 盡我所能 去完成這場比賽 不管逃以後來 那就是 好的 我就留著了 壞的我們就是 要檢討這樣 不會 在心裡那起伏這麼大 這是我進來第一次開刀後 馬上去吃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 主耶穌說 你若能信 再信的人凡事都能 那其實 我會喜歡他這句話的 原因是因為 時時刻會提醒自己 要相信自己 不管好與壞 相信自己我一定 都能做得到 做到自己想要的成果 幾乎我每天都看著他 這次每天都提醒著自己 我在DH比賽的時候 我可能穿場就看不出來 可是 我下去的時候 我還是看得到 因為他刺在上面 是我心裡記住 有時候我會在 自己的社群上面 就是發一些文章 可能就是 哀笑的人運氣都不會太差 類似這種 但 發出來可是我也相信 自己選18號也想成為 球隊中18號 很多人都說 18號是在一個球隊中 是一個王牌 那 其實自己也想成為 最潛能風的一個王牌 給自己一個期許吧 每天才有用力 去做每一件事情 不管是復健 還是我已經正常在練習比賽 要讓自己 劈配得上18號